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眼前的西太平洋看起来天气晴朗 风平浪现 然而此时中国海军郑州舰却正在经历剧烈的震撼 海军导演不猜决 郑州舰被导弹击住 2014年12月中国海军三大舰队的主力舰艇开赴西太平洋 展开实战网队的训练 海军郑州舰正是互方编队的指挥舰 听到他们说指挥舰被打掉了 别人指挥舍 我跟我们弹剧的指挥舍一片的沉浸 大家都懵了 这次海军三大舰队的主力舰艇分为五南双方 东海舰队六艘舰队和南海舰队四艘舰队组成同防队队 北海舰队则派出了五艘舰队组成蓝方队队 这也是中国海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被靠背为抗的训练 这种被靠背对方的难点 第一个就是它完全是贴近这个实在的要求的 一先就根本不知道这个对方这个在哪里 需要这个指挥员 指挥所通过这个敌方的这个战术思想来判断 通过我构建我的预警侦察体系来发现 目标已上报 快报 实战化对抗训练分为四个回合 双方多想先敌之上 然而第一个回合还没有结束 红方编队的指挥舰郑州舰就被导弹击中 蓝方在红方导弹凌空之前 成功地发射出了反舰导弹 而这几枚导弹通过我们导演部的评估裁决人员 进行了比对 认定 蓝方发射的导弹击中了红方的指挥舰 红蓝双方的所有这种内容 都由海军导演部进行监控海军 这个突然传来的消息 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吃惊 应该讲指挥舰是整个海上 我们变类的核心也是灵魂 那么现在记忆信息系统 指挥作战 它又是我们的情报中心 信息融合中心 决策中心 指挥中心 空放编队指挥舰郑州舰 是我国第一型装备垂直发射 放空导弹系统的导弹驱逐舰 被誉为中华神盾 那么参加这次实战化对抗训练 装备精良的郑州舰 为什么一开始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呢 这是前一天实战化对抗的场景 红南双方舰艇员队 从不同方向进入西太平洋指定海域 展开第一回合实兵对抗 这样全程没有敌情通报 没有预先方案 同时遭受水下和空中威胁的战斗 如果没有体系作战意识 很难取得战斗胜利 在广阔的大洋上 因为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具体位置 所以红南双方面临的首要问题 就是如何发现对方 同时不被对方发现 看谁先发现谁 谁先打的谁 这个演习的或训练的兵力 他自己来通过自己的侦察艺舰能力 或者自己的侦察兵力 或者他的舰性来掌握 这样的话就增大了他的难度 广阔的西太平洋海域 虽然看不到硝烟 但每艘舰艇上 公职徽员到战时 从表面上看 参加对抗训练的舰艇 只是平静的航行 但实际上 他们早已深入战场 不久 红防编队指挥部要求 东海舰队郑州舰和南海舰队柳州舰会合 便在一起航行 主要考虑到作战战术的一些要求 从有利于反潜 有利于防空 有利于发挥作战效能的最大化 在此之前 柳州舰已经随南海舰队参演舰艇 通过了巴士海峡 到达了西太平洋海域的南部 接到指挥部命令后 柳州舰便加速向正舟舰方向汇合 然而就在柳州舰舰舰的过程中 另一个危险情况 却正在一步步向他靠近 在西太平洋那边的话 热带齐全也很少见 这次的话正好赶上了 赶上了以后四到五米的浪 官兵经历了这些大风浪的考验 在西太平洋上 下秋季节时 台风频繁 巨大的风浪 往往给沿岸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然而12月份 本来应该风平浪静的西太平洋 却又来了不速之客 第22号台风黑河比 正在柳州舰航行的海域迅速移动 台风掀起的海浪 让柳州舰必受考验 他们舰艇的摇摆非常厉害 那么舰艇的摇摆是三维的 它既是有左右摇摆 首尾摇摆 也有纵向的颠簸 它是三维状态下的一个运动 而这个人是非常难受的 军舰的摇摆 带给官兵们的是运船 而受到大风的影响 空中侦察力量无法启动 舰舰舰它起飞 它是条件是要求比较高的 舰艇很重要 很多要求比较高 超过这个条件以后 飞机它起完 所以的影响是 在四五米风浪的冲击下 柳州舰只能减速航行 而舰艇航速就意味着难以及时与郑州舰会合 然而实战化对抗训练并不会被天气的变化所作用 同一时刻 在南方编队的指挥舰哈尔滨舰上 指挥员正在寻找战机 我们始终处在高战备状态 主要部门二十小时处在一级战斗准备状态 在我们演习的过程当中 是给红蓝双方设定了一个区域 在对抗开始的时候 红蓝双方是在区域的两端彼此接近 红方编队的柳州舰因为受到大方浪 无法快速与指挥舰正州舰会合 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蓝方编队 有机可巡逻 航向右三十度 航向右三十度 利用这个海区这个特点 进行了合理的这个兵力布局 达到了这个不容易让这个红方 掌握我们的南方那个布局这种情况 这是一片来往商船很多的海域 南方编队舰艇利用商船作为掩护 跟随其后 向正州舰所在的海域靠近 没有引起对它引起的高度的重视 它就是来了一个方向 就出了意料 是让我们判别的非常困难 而处于孤立之中的 红方编队指挥舰正州舰 自然发现了南方舰艇舰队 并且发射了导弹 但海军导演部评估裁决 南方在红方导弹 临空之前成功发射反舰导弹 认定击中了红方舰队指挥舰正州舰 可以说这一情节既在意料之外 也在情味之中 也真正体现了海上作战 这种瞬息万变的这种变化 作为红方编队的神经中枢 指挥舰队的需要 意味着原有指挥体系的丧失 危机之中 红方又将做出什么反应 对抗训练的战日 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局势即使正在播出 指挥舰正州舰被击中 红方编队面临严峻讨厌 能未来作战 在广阔的海洋上这么作战 你可能会被人家导弹击中 你也有可能会牺牲 这种心理的考验 应该说是非常直接的 在这次对抗训练之前 红方编队早已制定 各种详细的预案 此时依靠预案 红方编队在这短时间内 做出了调整 我们首先就是按照实战的要求 转接指挥关系 被击中的正州舰随即撤出战斗 南海舰队武汉舰 揭替了红方指挥舰的证明 在后续的对抗当中 红方我们观察到 他这个仗越打越击 他的指挥舰不再那么突前冒进 他对指挥舰给予了充足的保护 他在预警飞机的使用上 他更考虑到兼顾发现敌人和保护自己 第二回合取得的成果的话 主要是对打击 突击这一方面 对鸡舰的话 打击的成效非常辛苦 我们在这种痛苦的教训当中走出来 后来基本上都是采取了 集中力量 集中火力 对敌方舰艇进行突击 也取得了战火 所以说我们是从战斗中 来不断地学习战争的一个过程 结束了持续几天的对抗之后 红蓝双方舰艇变队 各自沿着不同航线返航 并且在返航的途中 官兵们还进行了主炮射击 综合补给等远海客户训略 在变幻莫测的大海上 气象条件复杂波变 远海的航行 似乎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 这是海军北海舰队 哈尔滨舰官兵们记录下的话题 返航途中 哈尔滨舰被厚厚的冰雪包裹遗藏 我们基本上加班上 这个装备 加班 接着大概10公分厚的冰雪 在这种情况下 不要说这个 这个作战任务 就对舰员的一种生活 都是一个一次考验 遭遇了雨雪冰冻天气 为了防备舰艇设施受死 官兵们一点点出去冰测 在零下20多度的沿寒中 战士们在救生衣外面 照上厚厚的军党衣 经过奋战 终于化解了险情 因为如果不出去 这个上下班的接的兵非常重 它就等于提高了舰员的这种 这个重心 对舰员的稳性 对我们舰员的航行 都带来安全的隐患 然而 刚刚清理完冰雪 哈尔滨舰就又遇到了一个 更严重的问题 舰员出现了不公立的导动 正常说前后点和重摇和横摇 都可以理解 因为风浪比较大 但是来回串动 船一向来回串 这样就非常危险了 我们服役20多年来 第一次遇到的情况 因为常用原液的情况 再继续用机器的话 这就会造成很 一切都得厚 舰员结兵已经是一个讨厌 而此时舰员又出现了故障 对哈尔滨舰的官兵们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广阔的大洋之上 如果舰员无法航行 后果将不堪射击 当时所指挥员到我们舰上的舰员 到机电部门的机体制度 大家还是比较着急 而且想了很多办法 我们在排查了我们的动力装置 所有的装备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就开始怀疑罗旋桨是有义务 导致了它这个扭矩阻力加大 经过排查 哈尔滨舰的一个罗旋桨 被大片的渔网和缆绳缠绕 导致罗旋桨达不到规定的转速 所以舰艇出现导动 虽然问题找到了 但是因为海水温度过低 潜水修理的方法很难实施 最终负责机电的官兵决定 通过调节螺旋桨角度 使鱼网脱落 就是让它处于一个一定的角度 然后锁死不让它动 在舰艇航行的过程中 用水流冲击这个螺旋桨 使它上面残绕的东西能够松脱 线情终于被排除了 但是这惊险的一幕 让舰艇官兵深刻认识到 在过于云轨的原海大量 无论是训练还是实战 没有过硬的本领 随时可能丧生大海 从出发到返航靠岸 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次中国海军 最大规模的远海训练 最终发生了一个圆满的巨号 我们知道 从2008年以来 我们中国海军 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 持续地进行返海道补航行动 这个都需要我们中国海军 不断地进行远海训练 可能适应远海行动的需要 我们只有有能力走出去 我们才有资格 和有关国家 要来谈互相 谈合作 来共同维护 国际海流的和平和安逸 2015年1月 迎着寒潮 中国海军又一批建议军队 驶向大狂 开启了中国海军 新一年的远海训练 这是一场红蓝军的对抗舞变 这次演练 担负攻击任务的 红军部队是一个师 他们在附近的村庄齐齐 而在这些村庄后面的大山里 担负防御任务的 蓝军部队是一个主意 密征我夺 相互渗透 大战之前 侦察兵已经针锋相对 军事计时 下期播出 雀山龙虎斗之 侦察兵在行动